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7日 在国会预算委员会大巡师重申 台海的和平稳定很重要 和透过对话和平解决该问题 尤其他强调重要的是 向中方直接传达日本此一基本立场 韩国网络公司CACO 也是韩国最大的聊天应用城市CACO Talk 在首尔的一处数据中心15日发生火灾 导致通讯、行动师傅、租车APP等民生活动瘫痪超过一天 公司股价中一暴跌5.93% 这也被南韩总统府认为烧出国安弱点 总统引习越呼吁彻查停摆原因 并认为政府有必要介入干预CACO的垄断情形 英国首相特拉斯上任一个多月 推行减税政策失利 尽管已撤换财政大臣试图挽救 但有一枚指出超过100名执政保守党议员 决明向负责筹办保守党党魁选举的1922委员会主席布雷迪 提交对特拉斯的不信任性孩 并计划在17日的晚餐会上 讨论特拉斯的去留问题 当年接先前警告 此举可能引发大选 西部被中国家奈及利亚爆发10年来最严重洪灾 摧毁8.2万多间房屋 近11万公项农田 或使130多万人离开家园 根据10月16日发布的最新死亡统计 已知有600多人丧生 新唐亚开电视总理报道